今天是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听节目 那这里我们先预报一下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就春节后的板块热点 聊一聊我们的看法 回到节目 昨天在收听节目中我们提到 在中国官方确认 刘鹤即将赴美签署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后 如果今天市场成交量不能出现有效放大的话 那么短线就很有可能会冲高预阻回落 盘面上我们看到 今天大盘上午是高开低走 午后因为券商股的拉动 大盘一度出现翻横 但是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直到尾盘时 大盘是再度出现小幅拉伸 从分时图上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今天上阵指数的分时图走势 和券商板块的分时图走势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最终今天互生两市 除了上阵50指数以外 其余各大主要指数都是绿盘报收 其中领跌的创业板 是报收在1904.19点 下跌了百分之0.47 上阵指数则是报收在3092.29点 小幅下跌了百分之0.08 成交量方面 市场也是出现了再度萎缩 互生两市 从昨天大约7100亿左右的成交量 下降到了今天的6400多亿 那么至于大盘的风尚标 券商板块 虽然昨天收盘以后 是爆出了券商行业 2019年业绩 集体大增的一个消息 但是这个利多 今天也没有能够带动 整个券商板块的走强 全天券商板块的成交量 虽然是比昨天增加了百分之12 来到了317亿 但是依然没有能够达到 我们说的全天400亿的及格线水平 我们一直说 如果券商板块的成交量 不能达到全天400亿水平的话 那么券商板块 就不可能会出现比较有利的公式 另外 从现在来看 大盘的节奏 有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而下周 右章会有七指交割 所以 我们目前的判断是 下周初到春节前 上阵指数 可能会再去摸一摸 3100点附近 然后直接掉头去回补之前的 3051点到3066点那个缺口 但是也不会跌破3045点 我们的理由是 第一 互生两市目前的成交量 不但没有出现放大 这两天还在小幅萎缩 而券商板块的成交量 也已经是连续四天 跌破了400亿的水平 所以 这样的背景下 大盘不可能会出现持续的 并且是向量的公式 第二 现在离春节 A股市场还有9个 交易日 而春节前一周 市场将会迎来 3200多亿的限收股解经 所以 这个时间点 主力资金 强行拉动市场 从成本上来说 并不是很划算 第三 从上升指数 日K线图上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自从去年5月份以来 上升指数 基本上都是在 2900点到3045点 这个商体内 来回震荡 现在指数 已经非常明确的 突破了这个商体 那么突破景线位之后 大盘会去回踩这个景线 但是重新跌回到 之前商体区间的概率 我们说并不大 第四 从板块热点来看 最近几天 我们并没有看到 市场有出现 比较像样的板块题材 从这点上来说 油资有金钱获利离场 提前过年的迹象 所以综合起来 我们做出了上面的预判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北上资金的情况 和大盘不同 今天北上资金的分时图曲线 是一路往上 最终我们看到 今天北上资金 是近流入49.4亿 其中 互股通22.6亿 深股通是26.8亿 但目前外资的态度 依然还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对于大盘 目前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不过 我们也要看到 因为目前市场缺乏 明确的板块热点 短线 市场的交易情绪 是出现了一些下降 今天扣除客串板和ST以后 互生两市 涨停板加数 一共是40加 比昨天是大幅减少将近一半 而跌停板上 今天也有5加 从跌停板来看 其中不少个股 都是之前比较强势的品种 那么再结合 这两天的板块热点来看 短线市场资金 有获利了结 提前过年的迹象 不过总的来说 我们认为 现在市场的操作环境 还是可以的 只是对于最近 涨幅比较大的一些个股 我们要保持一些警惕 警方高位突然出现大跌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 今天的龙虎宝数据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值的个股 还是比较多的 一共有11加 其中三加是继昨天上榜后 今天再度被机构资金增值 那我们先来看这三加 第一加 星期六 网红直播概念 虽然今天是大跌了6.03% 但是机构席位却是 逆势增值了6018万元 第二加 语性科技 属于国产软件题材 今天是再度获得机构席位 增值1.3个亿 第三加 传译科技 属于PCB板块 今天也是获得机构席位 再度增值5044万元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外八档个股 第一加 科森科技 电子烟题材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 增值3145万元 但是户股通席位 则是减持了1015万元 对冲以后 科森科技最终今天是获得机构资金增值2100万元 第二加 力珠集团 属于医药板块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值6632万元 同时 深谷通席位也同步增值了7725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值1.4个亿 第三加 招商基鱼 属于房地产板块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值2115万元 同时 深谷通席位也同步增值了1897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值4012万元 第三加 天气魔 属于特斯拉题材 今天是被打到了跌停 不过 机构席位却逆时增值了1331万元 第四加 摇记科技 属于网游题材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值3571万元 第五加 亚马顿 也属于特斯拉题材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值4394万元 第六加 尘埋科技 属于大数据板块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值9895万元 第七加 横店东瓷 稀土永词板块 今天是获得深谷通席位增值9634万元 综合来看 随着一级报的临近 机构资金有重回业绩基本面的迹象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活跃数据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前五名的各股分别是 武良业净流入11.42亿排名第一 贵庄茅台净流入6.4亿排名第二 洋和股份净流入3.61亿排名第三 美帝集团净流入3.53亿排名第四 海瑞医药净流入3.43亿排名第五 那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前三名的各股分别是 东方财富净流出3.46亿排名第一 海康卫视净流出2.65亿排名第二 中国联通净流出1.95亿排名第三 那么从今天净流入前五名的榜单来看 白酒股是占据了前三的位置 而今天整个白酒板块也是比较强势的 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 也是每年的白酒消费旺季有关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 整个白酒板块后面可以一直强势下去 理由非常简单 作为板块中最强的贵庄茅台 都不能保持盈利连续大幅增长的话 那么你认为其他白酒股的盈利能力会强过茅台吗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春节前我们认为 上涨指数大概率会在3045点到3100点这个区间内震荡 不过我们说 虽然指数的跌幅不会很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个股的跌幅会很小 所以选股就非常重要了 春节以前我们建议尽量要去规避那些 有商欲减值风险 限售股解经压力 业绩基本面不是很理想 以及前期涨幅过大的一些品种 那么至于一季度行情 我们现在依然看好 并且认为在三月底之前 上涨指数很大概率会去上摸3350点 但是整个2020年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的市场 总的来说 我们认为今年会有三大主题思想 分别是5G 缺货涨价 以及东京奥运会 5G题材方面 2019年基本上都是围要在设备硬件方面 那么2020年随着中国5G商用的开始 各大硬件厂商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持 所以在股价表现上并不会太差 但是对于股价更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出现在应用端这块 第二个缺货涨价题材 从现有情况来看 被动元件和面板 这两块缺货涨价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 另外 由于通胀预期引发了原物料图群涨价行情 在2020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作为今年最大赛事的冬天奥运会 资本市场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炒作的题材 另一方面 之前在节目中我们多次提到 春节后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再次降准 那这里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当春节后 中国央行再次寄出降准后 这会不会成为下一波 刺激市场再次启动的利好消息呢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听节目 祝各位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